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 你只需要知道 我是201的业主 我已经查过 中国上海的噪音扰门标准 晚上十点半 到第二天早上七点了 超过五十五分贝都是扰门 如果是深夜超过十五分贝 已经构成扰门 现在已经深夜十二点了 我用iPhone自带的分贝软件 测试过你房间的音乐 已经超过七十分贝 我报警很合理 当然 如果你有什么疑议 你也可以联系我的律师 随时告我 我需要睡觉 我不想再告诉你 如果再有下一次的话 我不会像今天一样 等十五分钟才报警 我会立即报警 而且向你索陪 我做凡人的时候 我赔不上你 我赔不上你 现在我做女君 我又留不住了 你说我是不是真的还没用 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你可知道 你对我越好 我越难过 你是不是在怪我狠心无情 如果可以 我真想让你知道 我的心里一直有你 可我的心意 你永远都不会知晓 锦绣 你再听我最后一次 这不是命令 我们合作这么多年 我不想你死 难道你的心里 就只有那个党国了吗 还有你 我猜 那个卑微微也很挑剔 而且 人生那么漫长 他们总会遇到的 说不定六十多岁的时候 变成老头老太太 有一天他们遇到了 来端西洋红什么的 西洋红 六十多岁的老头老太太 男未婚女未嫁 就凑合凑了呗 你不上去了 明天吧 明天再来找你 要是能永远都这样就好了 我有事 先走了 我有事 先走了 好 我可以不要朱仙剑 我也可以不管我爹 我现在 只想再问你一次 你愿不愿意跟我走 你我今天就让我爹着 我快走 你还要不理了 祖宗 你不行 你为什么已经走了 我都想到你了 我走了 在公司毕业了一天了 对于那样 这被降职的事情 对于天大的事 你被降职的事情太惨了 就像米娅跟我两个人 米娅也被调走了 我只管管后勤 管管桌子 管管椅子 管管钉钉票 童童 童童 我不是在做梦吗 我每次在梦里都没看见你 可是每次我醒来 你就不见了 行啊 沈江河 你从哪儿弄这么个院啊 住的 这一片最安全 这是我妈走了以后 我第一次有了一个家 谢谢啊 你站住 你在哪儿见过沈江河 我们也在找他 你要见上沈江河 你告诉他 他跑不掉的 你快 沈江河回不来 他回来也看不下你 没见过这么不害臊的你 你四处打探他的消息 你还要脸不要脸 那 也都不同的